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一部泰国恐怖电影《鬼四利》 电影由四个小故事组成 第一个故事杀人电话卡 故事开始四个堕落的青年坐在咖啡厅外聊天 他们看似平常 但是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在内心极度反人类 他们认为人类对于地球来说 就是一种癌症 比如地球变暖等生态问题 都是因为人类的存在 并且他们坚信 如果人类继续生活在地球上 那么迟早有一天地球会被毁灭 所以他们认为地球应该进行一次化疗 消灭癌细胞 对天小胖告诉三人 他拥有一张死亡电话卡 给朋友打电话 他只要接听电话就会立刻死亡 而且同时死亡者的手机 会同时播响通讯录中 所有好友的电话 这样循环下去 地球上的人就会毁灭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小白偷偷地拿走了电话卡 然后找到一个角落 给小胖打了电话 就这样恶性循环 所有的人都死去了 第二个故事 送死 故事开头 小傻刚刚晋升为公司的经理 在此之前 小傻和小葱经常闹不愉快 所以二人在心中都相互憎恨 小傻回到办公室后决定出去逛逛 给同事们买些礼物 以此建立人员 在街上小傻发现角落中 有一家仇人礼品店 小傻好奇进去询问 原来店中的礼品都是为仇人所准备的 比如带有避雷针的雨伞 如果下雨天打开就容易被劈死 还有一种香水可以吸引毒风 小傻不相信 但是店员直接说出了他的身份信息 并且告诉他 已经有人买了六样礼品送给小傻 小傻还是不相信 认为店员无非是想勒索他一笔 所以转身就走 晚上下班 小傻开着公司新配的专车回家 半路发生车祸 险些遇难 下车后才发现 原来是有人更改了左右信号灯 而且小傻还在灯旁 发现了仇人礼品店的标志 之后小傻回到家看到桌上同事送的礼物 他拿出一个平板电脑 警惕地用猫的爪子先划了几下屏幕 没过多久 猫就被堵死了 他非常害怕 什么都不敢动 第二天小傻来到公司 在厕所听到同事对他议论纷纷 小傻非常恐惧 觉得一切都是小葱做的 所以愤怒之下开除了小葱 晚上外面下起了大雨 小傻拿着保安送给他的雨伞准备回家 没想到这又是一件仇人礼物 小傻意识到危险时急忙把伞扔出去 但还是被雷劈倒晕了过去 醒来后小傻发现自己被绑在铁轨上 危急时刻小葱突然出现 救下了小傻 小傻感动地跪在地上抱着小葱的腿哭泣 他觉得是自己冤枉了小葱 故事的最后小葱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的安排 他的目的不是杀死小傻 而是让他跪在自己的面前 第三个故事 午夜惊魂 大壮和小强是两个无恶不作的劫匪 两人每到夜晚就会私闯民宅 杀人越货 在一次行动中 两人杀了一名妇女 之后小强准备金盆洗手 谁知大壮突然出现 再次找到小强 希望小强再次参与抢劫 这次行动的还有大壮的弟弟小壮 原本小强不想答应 但是迫于大壮的威胁最终还是和他们一起出发了 大壮有一把手枪 这把手枪也是他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武器 这次三人再次抢劫成功 顺路逃到了一间废弃的医院旁 在医院中 他们发现了恐怖的鬼影 之后三人走势 大壮发现了在铁箱中的黑衣人 黑衣人声称 当初他们杀死的妇女要找他们复仇 现在他们已经抓住了小壮 大壮与黑衣人谈判 黑衣人称 只有大壮割掉自己的五根手指 他才能够救小壮 最后大壮割掉了手指 可弟弟还是被杀了 愤怒的小强开枪自杀 而真正的黑衣人实际上是小强和朋友黄毛 而最终两人也难逃车祸 死在了同一个夜晚 最后一个故事 诗变阿公 故事刚开始 一家人围坐桌前开家庭会议 原来他们的祖父在前几天去世了 祖父生前告诉家人 不要把他火化 会有人来接走他 家人不敢不听祖父的遗言 于是轮番在晚上替祖父守灵 而一天晚上祖父突然失变 吓坏了众人 但是祖父并没有伤害他们 而是自顾的出门走上公交车 一家人在后面跟着祖父 故事的最后 祖父来到一片公园 找到了同样失变的一个老奶奶 原来两人在之前就是青梅竹马 所以约定等死后在一起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